今天讲讲探亲签证 我们还是那句话 一般来讲 旅游来的 探亲来的 商务考察来的 都是一个签证 叫B1B2 但是我们知道 在十年以后 有很多十年签证 很多人来 最多的是什么呢 美国有儿女 爸妈妈来看儿女 甚至来看孩子 这都有可能 来以后还也就说 这种留学生的配偶 一般来的探亲签证 它跟商务考察不一样 它一般来讲 没有那么严 它只要就是你 证明你的小孩在这 是一个公民绿卡 有正经工作 他肯定又给你了 而且美国总的来讲 对老人的小孩 还比较同情 对吧 你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 他在Google工作里 儿子 儿媳妇结婚了 有的时候开始 可以会拒签 怕你移民景象 但现在来讲 特别是洛家辉 当中国的大使以后 十年签证以后 美中探亲的特别频繁 我们知道美国对中国目前的 来旅游的来探亲的 甚至来生孩子的都比较宽容 但是确实有被拒签的 为什么被拒签呢 还是那个理由 有的时候 他认为你这个在美国 被探亲一方 不符合美国探亲的条件 最大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在中国公民 在美国做庇护了 做庇护了以后 你的配偶来的时候 他第一个问你 你的先生 你的配偶在不在美国 有人撒谎 没有 不在 一查在 那这又被拒签了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人的话 告诉我 在美国申请什么移民了 这也不行 因为怕你移民景象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这种 自己条件不好 因为什么呢 一般来讲 他这个B2签证 他希望你回去 希望你在中国有财产 希望你在中国有工作 就是探亲和旅游 是一个道理 就是他认为 你在美国待过三个月六个月 你一定要回到中国去 那如果是你证明不了 这个东西呢 他有可能不给你 目前大陆来的最多 是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说呢 我们知道美国给了 中国一个十年签证 那很容易为十年签证 成绿卡用了 对吧 十年签证好啊 我在这做五个月 因为他给你入境六个月嘛 六个月以后 你待五个月回去 一个月他又来了 这个叫滥用 这个所谓的B签证 那美国目前的移民法 是没有一个成文的规定 但基本是这么做的 如果你拿B2签证 进到美国超过三个月 甚至四个月 你回国以后 在半年来签证时候呢 一般来讲机场呢 就是当时就 你原机前返了 为什么呢 他认为呢 你来得太频繁 我们其中就碰到 这样的情况 他在美国买了房子了 买了汽车了 但是一次待了四个月 回去又来了 人家又给了他了 他四个月后 他又来了 人家问他 你为什么来得这么频繁呢 他说我在美国买了房子了 对吧 他说这个不行 你在美国房子以后 你这么来回频繁呢 你这滥用签证 一下就遣返了 这个美国的遣返以后 很讨厌 遣返以后呢 他一般来讲就是 你五年不许入美国 五年不许入美国以后呢 因为你在美国呢 违反了美国的移民法 对吧 那拒签以后 有很多补救办法 第一呢 就是说 在一个月之内 你被拒签以后呢 你可以在美国 找一个律师上诉 这个美国这个执法机构呢 叫海关 巡逻局 叫CBP 你要向他总部上诉 就是提出来 你很多地方 你的执法有问题 甚至我没有那个意思 没那么说 最多是留学生 留学生呢 当然不在B1B2里边 那B1B2签证里边呢 最多的是 你可以上诉 然后呢 你可以再去签证 但是我们个人认为呢 如果你一旦被了五年 这个烙印一打以后呢 你真的被抓了以后呢 这个几率比较小 我们也去试图 在广州领馆呢 四川领馆呢 也都处理过 有个律师去 唯一的好处 就美国这个律师 到美国唯一好处呢 一般你到领馆呢 他有一个时间 是接待这个美国公民 包括美国律师 他会比较详细地告诉你呢 你这个案子怎么来的 所以说大家 有的朋友 是因为确实来着这个 受到这个不公平对待了 你小孩这个 在这儿也都有正经工作 拒签了 你可以要求去 到美国领馆 这一种可能 就顾律师到美国领馆 但是这个费用比较高 最多的情况下呢 是如果你认为 没有签证 没有作假呢 就像一个上诉 第二呢 通过律师呢 向美国的领事馆发信函 就说呢 解释这个情况 就是说 它中国有四个美国的领事馆 北京 上海 沈阳 和成都 那我们都有他们的 这种所谓的联系方式了 就通过联系方式 跟他解释 但是 这里边有个问题 你不可能一封信 你就解决问题 对吧 你要 同时要发好几封信 因为什么呢 林管也是官僚机构吧 你一封信以后 不负责他一生 但是我个人认为 美国的所谓国务院的 这个外交官 还是蛮敬业的 你碰到一个好的外交官呢 他会帮你的 所以说大家呢 一旦被拘签以后呢 如果你的真正合金合理 合法 你真是被冤枉的话 可以在美国 找一个有经验的律师呢 通过写信 传真 甚至到林管机交涉 来处理你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在美国 撒了谎了 包括你这个配偶啊 小孩 有的人你为了 毛主意义 你不愿意讲 你撒了谎 被查出来以后呢 就麻烦 最后讲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呢 大家 这个 在美国都有打了指纹了 很多人 要我拒签 我换一本护照 行不行啊 对吧 我换一个 我原来要脏刷 我换一个理事 这个大家想都不要想 因为什么呢 你拒签的时候呢 你的指纹已经 永远在美国 这个移民局 这个网站里边了 对吧 他一进以后 一发现 那你更进不来了 是吧 那你要到了美国国内 说不定给你抓起来了 所以大家呢 不要想这个弯弯邪道 好不好 再见 你帮吧 你帮我 你帮我 这件事 我不能 你帮我 好